我是协和医院肿瘤科莎娟医生 我在协和医院从事肿瘤专业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那么大概从10年以前开始接触安定缓和医疗的这样的工作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更多的关注到肿瘤患者的临终关怀这方面 我这个人本身吧可能就对于这种比较弱势的人群 就好想多帮助他们吧 因为我觉得肿瘤的患者我们所接触到的 真的就感觉到他们痛苦特别多 当时觉得就是做这个职业的话呢 其实就能帮助到患者 但是在肿瘤科呢就是你会发现你做多少事情 总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办法就很无奈很无助 所以刚刚就是头几年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挺想逃离的那种感觉 当特别无助的时候吧 正好我们医院的那个心理科成立了 我就听过很多的课程 然后后来又做了很多关于这个心理方面的培训 逐渐就接触到了这个缓和医疗 好像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一样的 就是当你觉得你确实是不能给他挽救他的生命 但是你就可以给他很多其他的帮助 让他这个在最后的时间不是那么痛苦的无奈地走去 我准备了一个小的卡上 这里面已经有别人图念着他们写的话了 我们活动的时候可以冲到别人对自己的助手 我经常看到助志愿者来了以后 带了大家去做点心 然后还有做手工 还有这个唱歌 然后有一次我查房的时候 这个患者就满屋子的人都没了 我说他们吃哪了呢 后来说都去做点心去吃好吃的 然后病人都欢惊喜地拿着好 都吃了回来特别高兴 真的不太重 你当时感觉不像这种病房 在一个门诊当中 大概就能有两三个病人 就是已经是到了疾病的很晚期 然后在治疗上已经没有就是太多的药物啊 或这个治疗手段了 那要这么算起来的话呢 差不多一年能见到400个左右这样的一个临终的患者 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跟临终的患者去沟通他们的病情的时候 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那时候我管了一个患者呢 她就是一个妈妈 他们家孩子两岁 她老跟我说 她说她特别想念他们家孩子 我就有的时候就不能提其他那个人 我说你特别想念家孩子吗 她说是 我说我觉得你要不你就回去吧 她说你觉得我的病治不好了是吗 我说是的 然后我就说完了我也受不了了 我就出来了 出来后她就在里边 就我刚走出那个诊室 刚走出那个房间 她就在里边特别大声地哭 就是真的是豪端大哭 就歇斯底里那样哭 现在其实我知道当时的那种做法是不对的 其实是有应该有很多铺垫 还有很多的过程 慢慢地去说 而且还要有一些希望 所以我会觉得说 因为我生病的事情会成为家里的这个负担 我觉得你可以幻里思考一下 就是假设家里其他的人生病了 你会不会觉得它是负担 我觉得应该不会的 就是你可能还是希望能够 就家里边人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的 他们希望你开心 希望你快乐 当时就觉得好像不太敢相信吧 就觉得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恶习 或者是也没有说很劳累 也没有很不好的生活习惯 然后为什么我会生病 家里也没有这样的遗传的 遗传的这种DNA 所以当时就很难以接受 当时我记得我好像问他 我说这个是不是不太好 因为我没太敢说那个 就大家都比较避讳的那个字 然后少大夫说 看起来可能不是特别好 然后但是他说你别担心 这个会有很多方法的 我特别记得我从少大夫的门诊出来 当时我就忍不住 我就哭了嘛 然后少大夫还出来拍了拍我后背 然后说没事的 他说这个真的 他说你相信我这个真的好治疗 他说能处理的 没问题 当时我觉得还是就挺感动的 其实我现在面对这些患者的时候呢 我还是心里挺难过的 觉得特别的遗憾 然后也会哭 但是我觉得跟以前比不同的是 我除了像以前那样哭之外 我有了很多的手段 我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 有一次我在那个病房里 从那病房出来之后 到办公室里边就放声大哭 然后哭得特别特别的稀里哗啦的 然后我们同事就以为我怎么了 但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个家 有一个就妈妈告诉我说 她特别希望看他们家儿子的高考 她觉得她赶不上了 然后我就特别受不了 但是现在其实想起来 我虽然不能帮她完成 就是陪伴他们家儿子高考的这个过程 但我可以告诉她 帮她转告她的儿子 祝贺她儿子高考的成绩 告诉她妈妈当初是多么地关心她 这些切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现在痛苦就在那儿了 你现在就是要处理的 就是她这个目前的痛苦 我觉得就是在 医生如果能有这些 这个缓回调的理念的话 在她治疗的患者当中呢 就能够很好的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